现在一兆难求当然也包括了外国人 台中有一名外国人投诉他有工作居留权 也有健保卡 但是要看病买不到口罩 大概卫福部的外国人专线永远都没人接 留言也没有回复 不知道该怎么办 朝商药局投币贩卖机能试的都试过了 就是买不到 他有工作居留权也有健保卡 6号实施实名制 他也去排一样没买到 无可奈何下打给卫福部的外国人服务专线 终于有人接了说要回店 结果也跟口罩一样 但都没 最后是朋友帮忙给了他口罩应急 但外国人买不到口罩的问题也就此浮现 只是现在口罩一照难求 不管是外国人 本国人也只能请大家共体时间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 是外国人的全部門票 那这就是我在卫福部的外国人 致2017度是中央的 发展过来的 但是现在还没有月子 design 还没有人口罩的 对于这些edev